明星澳門保安部隊 了解他們的職能、工作和理念 警民同心 11月份亦是一連一度的交通安全推廣月 所以今天的警民同心 亦和大家一起談談交通安全方面的問題 而今天的兩位嘉賓是澳門治安警察局公共關係處理德輝警司輝瑞 以及來自交通廳澳門交通警司處梁華智庫警司梁sir 兩位早晨 早晨 各位聽眾好 各位聽眾好 剛才提到交通安全推廣月 今年治安警察局在推廣交通安全方面有什麼活動 在11月期間 治安警察局將會聯同交通安全推廣月的活動 今年的主題主要是由交通安全由我做起 為喚起大眾對交通安全的關注 從自身做起 遵守交通的法紀 維護道路的安全 希望透過一系列的宣傳 能夠提供市民的個人責任和守法的品德 共同構建優質的交通環境 而我們也有一個一系列的活動 例如一個2015交通安全嘉年華 交通安全樂滿分的康體同學日 以及一個安全駕駛獎勵計劃 希望通過以上一系列的活動 能夠提供市民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識 而我們也深信照駕駛者和行人之間 互相禮讓 相互守法 才可以營造一個安全的交通環境 剛才聽到的一些活動 都在早前 如果市民有經過塔石廣場 都可能會有留意到 例如嘉年華方面的一些活動 在講到交通安全推廣月上面 交通廳在行動上 又如何配合這次的活動呢 其實我們交通安全推廣月 主要都是集中希望宣傳方面 但其實我們交通廳 都會在行動上有協助 所以在11月1至30日期間 我們的同事會在主要的街道和道路上 加強檢控 配合道路監察系統和測速系統 嚴厲打擊一些比較嚴重的交通行為 例如超速、充電等等 希望這些檢控的行動 和我們剛才的宣傳活動 即是宣傳、教育、檢控三方面結合 希望可以全面提升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識 講到交通事務局的交通安全駕駛獎勵計劃 其實自推出以來也有很多市民會參與 今年獎勵計劃的主題 我就知道是安全駕駛有禮同行 希望透過活動可以提升駕駛者的交通安全意識 鼓勵他們自我守法 不知道今年又是否有同樣的計劃呢 是的,今年交通事務局也推出了這個計劃 由現在到12月31日期間 凡是有澳門駕駛執照的人士 均是可以報名參加這個獎勵計劃 而參加者所登記的機動車輛 只要在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全年期間 是沒有因為交通違規而被檢控呢 便可以參加這個大抽獎 同時由2013年開始參加這個獎勵計劃的人士 如果連續五年都沒有因為交通違規而被檢控呢 更加可以參加終極大抽獎 贏取豐富的獎品 聽完這個交通安全駕駛獎勵計劃 我們也知道在11月底 就有一個跟交通業界的同樂日 這個方面又是怎樣的呢 因為其實我們除了市民 要遵守交通規則之外 我們交通業界都在澳門的交通情況上 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治港警察局都非常之注重 跟業界的溝通的 希望業界都會遵守那個交通規則 跟著我們等下梁Sir介紹一下 我們跟業界的同樂日的內容 這個同樂日就會是 我們跟業界一起活動 在接下來的11月29日 我們就會透過一個經濟活動 就會向一些參與隊伍 傳遞交通安全的訊息 這個同樂日是我們透過幾個部門 交通事務局 治港警察局 法務局和民政中處聯合舉辦 希望提醒業界 利用公餘的時間參與活動 保持良好的健康提拔 更重要是透過這個活動 能夠帶出各種交通行為和安全訊息 無論是駕駛者、行人、巴士乘客 都應該自覺遵守相關的規則 做到互量互讓 共同維護交通安全 剛才就聽了 交通安全方面 無論是駕駛者或市民 大家都要互量互讓 才可以做得到 在這方面 交通廳對各位市民有什麼呼籲呢 交通廳在這裡呼籲所有道路使用者 無論行人和駕駛者 都必須守法和遵守交通規則 做到互相禮讓 而根據我們交通廳資料顯示 大部分的交通事故 都是由於車輛互亂轉線所致 而另一方面 超速駕駛 互亂超車 衝紅燈和醉酒駕駛 都是一些十分危險的駕駛行為 違法者除可被罰款之外 更加可能會導致停牌和科處途刑 留有案底 其實大家只要在路上 注意安全 保持警覺性 做過盡責守法的道路使用者 養成良好的出行習慣 交通意外自然會減少 其實看到交通意外 我們大家都不想 可能近來都會留意到一些 甚至乎致命的電單車的交通意外 所以其實每一位駕駛者 大家都在路上多加一分流神 互相注意 無論是自己和其他人的人身安全 其實在保障交通安全方面 我們說每位駕駛者都有責任 有哪些方面又可以做得更好呢 只要駕駛者或行人都好 在出行或駕駛的時候 自發去遵守交通規則 多留意自己周圍的環境 已經對交通安全 有一個非常顯著的成效 遵守交通規則 等紅綠燈要停車 或者駕駛的時候 車速不要過快 還有盡量 我們有時駕駛者的駕駛者 都希望禮讓其他駕駛者或行人 已經對交通安全有很大的幫助 就爭取你去不去做 除了駕駛者 作為行人也是 有時可能有些特殊情況 都不要說我是行人我大曬 大家都是互相禮讓 而之前也有聽說過一些意外的發生 涉及到未與前車保持一段安全距離 其實安全距離的定義是怎樣 根據道路交通法裡面相關的規定 汽車行駛期間 無論任何時候 駕駛員都應該控制駕駛車輛 不能夠作出任何影響安全的駕駛行為 或者活動 而車輛在道路上應該靠車行道的左方通行 而駕駛人士應該注意車前的狀況 因應天氣正方、交通狀況、調節車速 與前車保持足夠的距離 與同一車行道或者對向的行駛車輛 保持足夠的側面距離 隨時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避免意外發生 除了講到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之外 日常生活 特別是喜慶節日 朋友相聚不免都會喝一些酒 有時有些朋友說 喝一杯半杯沒事的 其實在法律上 喝多少就為之超過法律規定 你會否說真的一杯半杯沒事的 其實因應個人的體質 酒的種類 喝酒時間的長短 都會對不同的駕駛者 造成一些不同的影響 所以影響程度可以說是因人而異 道路交通法 是根據每公升血液的酒精含量 一個客觀的數據 而將酒後駕駛的情況 分為三種不同的處罰級別 第一種 如果駕駛者每公升血液裡面 酒精含量是等於或者超過0.5克 而又低於0.8克的話 最高的處罰級別就是澳門幣1萬元 如果再厲害一點的時候 例如酒精含量達到或者超過了0.8克 而又低於1.2克的時候 最高的處罰 將會是澳門幣3萬元 和禁止駕駛6個月 而特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第三個級別 因為當駕駛者 每公升的血液酒精含量 等於或者超過1.2克的話 是可以最高被科處一年徒刑 和禁止駕駛3年 所以在這裏也再次呼籲各位市民 喝完酒之後就請勿駕駛 如果有遇到一些情況 就是他拒絕酒精測試 那他的後果又會是怎樣的呢 法律幾多明文規定了 如果你沒有合理理由 拒絕呼氣測試的時候 是屬於違令罪 這個情況是可被科處逃刑 和禁止駕駛的處罰 所以各位市民就真的 記得喝完酒就不要開車了 另外近年也有看到報道說 吸食毒品駕駛被檢控的一些情況 那道路交通法又是怎樣規定這方面的呢 道路交通法又規定了 任何人受到麻醉品 或者精神科物質影響之下 在公共道路上駕駛車輛 而其服飾的行為是依法構成犯罪者 是可以最高被科處一年逃刑和禁止駕駛三年 另外我也要提醒市民 單純一個吸食毒品已經是一個犯罪 還有也提提市民 除了你服飾一些毒品之外 如果吃了一些帶有睡意的感冒藥或者止痛藥 或者服飾了一些藥物之後 會感到疲倦或者不適的時候 這個時候都是不適宜開車的 因為即時你未必會違反法律的規定 但也會影響駕駛值的反應和判斷能力 容易造成意外 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都會說這些藥是會有試睡的可能性 要留意 說到電單車 電單車載客有時我們都會看到 家長方便一些拉車小朋友上學放學 其實這樣做又行不行 有時Madam都會說 多少歲以下的小朋友就不要坐電單車 這方面又是怎樣規定的 由於小朋友年紀小的時候 他就不容易乖乖地坐下 加上他們的反應能力亦都比較緩慢 如果有什麼不測或者意外的時候 是很容易受傷的 即使有家長 用一些安全帶中 自己和小孩子綁在一起的時候 反而降慢了他們的反應 和避開危險的機會 所以道路更快都規定了 是禁止電單車運載一些微碗綠水的乘客 而為例者會被科廚罰款 澳門幣600元 所以接送年幼的小朋友 最好都是坐汽車或者乘巴士 或者是走路 那說到走路 大家為了方便 有時甚至乎可能會是 無視巴馬線 就不去使用巴馬線來橫過馬路 也有時因為這個原因 就容易造成一些交通意外 在這一方面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其實因為很多時候 不小心過馬路 也是引致交通意外的乘因 所以道路交通法 對著行人橫過馬路 有相關的規定 第一 如果行人過馬路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車的距離和車速 並且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盡快過馬路 留意盡快 不是一邊趕著電話 一邊慢慢走過馬路 第二 行人應該在有適當訊號 標明的行人橫道上面過馬路 第三 應該在這個 裝有交通燈的人行橫道上面 在這個交通燈的指示下 適當地過馬路 即是陸公仔才可以走 還有在這個交通燈 和執法人員指揮車輛通行的時候 行人不應該在車輛放行的時候過馬路 即是有車就不要過馬路 自己都看到 自己的安全 如果違反上述剛才說的三項規定 就會罰款澳門幣300元 這個就是過馬路的時候 作為行人自己要注意的 說回駕駛者 有時我們現在說 大家都真的拿著電話去到哪裡都機不離手 大家為了方便 有時都會在行駛中使用手提電話 這樣會構成一個違法 其實這方面的法律又是怎樣呢? 現在資訊日益千里 市民無論在街上走著 或者駕駛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第一時間 就想看到最新的資訊 所以有很多人會駕駛的時候 用來聊電話 或者看回交通的消息 但是如果沒有使用免提功能 進行通話 除了會違反道路交通法之外 更加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 構成危險 所以大家如果駕駛的時候 想說談電話 就要用這個免提的通話方式 但如果說塞車的時候 條龍很長 又想拿電話出來 錄一下訊息 看看新聞 那又算不算違法呢? 其實是不行的 雖然塞車的時候 那部車已經停下了 但其實這樣 已經屬於行駛中使用流動電話 根據相關規定 可以給科處罰澳門幣600元 但它停下的時候 其實車就停下了 即車是停下的狀態 都沒有移動 下了駛駛 都算是行駛中使用手提電話 因為其實行駛中 其實在道路交通法的規定 就不是說你車停了 就為止停下 因為你始終在馬路上 是在行駛中 只不過停下 只不過是因為交通擠塞 或者是交通登號 或者是我們同事 警員指揮的情況下 你暫時是停車的 其實定義上 都是屬於行駛中的 其實基本上 聽電話號 打電話號 或者用的app 都是在駕駛期間 在行駛期間 的車輛 絕對是禁止的 因為你只需要你 看電話一秒兩秒 前車如果突然急殺 或者是有人走過馬路 你都是反應不及 都會構成意外 如果是用手提電話 真的要通話 就需要用到這個免提功能 是沒錯 如果真是被捉到了 用手提電話 那個科署會是怎樣的呢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 如果是在行駛期間 使用流動電話 而沒有利用免提功能 進行通話 是會被科署澳門幣600元 講完用手提電話 又講一個就是 大家有時可能 可能會不做的事情 是甚麼呢 就是配戴安全帶 其實今年 檢控一些 沒有配戴安全帶的駕駛者 情況又是怎樣呢 以及這方面的罰則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們 治安警察局 都有持續檢控 一些沒有配戴安全帶的情況 如果輕型汽車的司機 和前座乘客 其實他們行駛期間 車輛都需要配戴安全帶 如果沒有帶安全帶 或者不正確 使用會被科署罰款300元 如果前座乘客是小朋友 但他又沒有配戴安全帶 那是否都會被罰呢 首先講一下小童 究竟有多小 其實我們規定了 要年滿12歲 或者以上的人士 才可以乘坐輕型汽車的前排座位 如果他92歲 但又未滿16歲的話 因為相對來說比較小 如果司機開車的人士 可以允許他不用安全帶的話 那你就會對司機作出處罰 如果坐前排的人 夠了16歲的話 就由他自己負責 因為他已經 需要判斷他自己 應不應該要配戴安全帶 所以乘客要負上這個責任 對 16歲以上的乘客要負上這個責任 12歲以下就不能坐前座 12至16歲就是司機的責任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忽視安全帶的作用 因為在關鍵時刻 它就會起到必要的保護 將損害程度減到最低 沒錯 因為曾經我們看過一些案例 乘客會被拋出這個車廂 因為車輛的衝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戴上安全帶 就可以將損害減低 因為安全帶一般來說 可以承受1.5噸的衝擊力 其實我們看回 因為配戴安全帶這麼重要 所以我們持續有檢控 剛才說到我們的持續檢控 其實直到10月為止 今年我們總共接近檢控了 2700多宗沒有配戴安全帶的個案 剛才說到駕駛者和前座乘客 我們都有檢控過 近日也有市民反映說 在上落客貨區 就因為等朋友 租到警員票控而感到不滿 他認為當時我引擎是開著的 他自己的人也是坐在司機的位置 他也不算泊車 他定多叫停車 而不應該受到檢控 其實法律上 停車和泊車的分別是怎樣 其實道路交通法裡面 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規定 車輛因為上落乘客 或者短暫裝卸貨物的期間 而你在必需的時間內 不移動 視為停車 當中強調的是必需時間內 是指進行上落乘客 或者短暫裝卸貨物 過程中所需要的時間 故此 停車是一個短暫的動作 而任何有必於上落乘客 或者短暫裝卸貨物 而令到車輛不移動的情況 無論是否有駕駛者 或者乘客在車內 也無論車輛引擎是否正在開動 都不屬於停車 因此 這個市民所說的情況 並不屬於法律上所定義的停車 所以警員都是依法檢控的 剛才提到停車的狀況 泊車的定義又是怎樣呢 《道交通法》中也提及了泊車的定義 車輛既非停車 又非因交通狀況所需要而不移動 視為泊車 而法律中在這裏是掌作排他方式 規範泊車的動作 因為交通狀況而不移動的情況 是有很多的 例如當你遇到街上紅燈 交通竟然指揮的時候 或者是否前方車輛阻塞等等 所以實際上 只要車輛是不移動 而不屬於剛才所說的停車的定義 也不是因為受到交通狀況所影響 就是屬於法律上所定義的泊車 泊車的定義也不是取決於 有沒有乘客或駕駛者 也不是取決於車輛引擎是否正在開動 即是跟駕駛者身處哪裡 以及引擎是否穿著就沒有關係 就是看看當時的狀況是否符合 在剛才所說的短暫時間 必須的時間內上落黑科 又或是一些路面的交通狀況 例如紅燈、交通警員指示等等 如果都不是這些狀況 就已經被視為泊車了 所以大家要謹記 分辨清楚停車和泊車的定義 今天我們都了解了 不少關於交通情況 或者交通安全上的資訊 當然在路面交通上會遇到的狀況 還有很多 下次有機會 我們可以再請兩位 跟我們說一說其他交通情況 今天謝謝輝sir和梁sir 多謝各位聽眾 拜拜 拜拜